不过在都会地区的传统信仰据典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 像是在板桥区这种都会化程度高的地方 就连地方信仰中心的土地公庙也经常是好几个礼来共用一座 不过在板桥区的城河里 小小一个礼内竟然就有两座的百年土地公庙 礼长邓月查说这是居民们的福气 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到这里来走一走 祈求土地公的保佑 在清朝年间所建立的沙伦 沦德宫位在板桥区大关路三段上 根据庙史记载这里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 主委梁碧武说沦德宫虽然是区域型的信仰中心 但却有罕见的牌楼建筑 这也是北部土地公庙少有的外观 另外在庙体后方还有一棵百年榕树 由于外形神似巨龙 再加上树根仿如龙爪 更是让人嘖嘖称奇 跟我们这个管理委员会成立 那是在去 说这边刀下去 这边看一看 不然这边再来试一场 那委员大家说好 说好我来拿刀杀杀杀杀杀去的时候 我就那些警察都当时拿回来 再增下去 就是那就是人增的 增到现在已经十几年 但是十几年大到这么大增 当地里长邓月查表示 润德宫除了在土地公诞城时 会有大批信众涌入 在七月份普渡的时候 也几乎是人山人海的状况 邓里长认为 土地公庙是凝聚大家情感的好地方 而恰好在他里内除了润德宫 还有另外一座百年的福星公土地公庙 两座老庙守护这里 让城河里备受加持 两间土地公庙 一间是在大关路山段三十六项 润德宫土地公庙 那另外一间是金门街一百十七项 福星公土地公庙 这是我们城河里的福气 然后欢迎我们新北市板桥区 我们的乡亲表控 欢迎到城河里来参拜 我们这两间有名的土地公庙 土地公庙是民间信仰当中 最基础的单位 不过也很少在一个里内 有两个百年老庙的盛况 但里长说 也许就是这里富有人情味 人民也都很淳朴 才让土地公也想在这里保佑大家平安